而驱动AI应用的当然是AI晶片 这也是美国华尔街和科技界最热的企业 而龙头就是徽达 徽达的股价几乎已经是一年前的三倍 今年才过了一半 市场预估它很快会取代苹果 将来可能成为仅次于微软 市值全球第二高的公司 徽达的执行长黄仁勋 在6月3号这一天 接受了TVBS看板人物的独家专访 畅谈他对于未来人类生活的愿景 他也透露了 徽达将会在台湾盖一个研发中心 未来五年需要招聘在地一千名工程师 魅力席卷全台的大盲人 徽达执行长黄仁勋 小说现在自己生活每30秒都被别人安排好 3号接受TVBS主持人方念华独家专访 揭开他对未来人类生活的想象 他说一百年后的津贴 人行机器人将无所不在 就像今天的汽车一样普遍 甚至可能成为世界上产量最大的机械系统 不过未来制造和技术将是两大关键 黄仁勋说 过去软体可以由软体工程师在笔电上写出来 但现在的AI人工智慧软体 必须有超级电脑做强力后盾 魅达将来台设立全亚洲首座研发中心 要建立全台最大AI超级电脑 Taipei One 黄仁勋表示 台湾的科技生态系统独一无二 从制造晶片到组装电脑 每一个环节都有 未来除了将在台招聘1000名工程师 他也公开喊话要找地盖场 而近来股价一飞冲天的挥达 市场预估很快将超越苹果 成为全球市值第二高的公司 过去一年 挥达股价飙上近三倍 达2.68兆美元 上周甚至带动美股 纳斯达克指数 首度占上17000点 因为几乎所有AI应用 都仰赖挥达的高阶晶片 这也让挥达在2024年 成为市值从一兆成长到 两兆美元最快的企业 黄仁勋的身价 也跟着水涨船高 不过他说对他而言 并没有什么改变 黄仁勋说 这其实是挥达和他自己的好习惯之一 顺势而为 趁势而起 黄仁勋就这样带领挥达 在全世界雄霸一方 不过被媒体誉为三兆男的他 来台的另类焦点 却是他穿梭台湾夜市 长片美食的身影 连92岁的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都忍不住跟着黄仁勋 来逛人生首次夜市 对夜市有着儿时美好会议的黄仁勋 对台湾也有着同样深厚的情感 如今61岁的他将继续站在全球AI浪潮尖端 也将引领与挥达合作 四分之一个世纪的台湾 开创新局 теп声外总和发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